大家好,我是阿菲 有很多小伙伴们对松果是非常好奇的 所以今天教大家吃松果 特别是这种没有成熟的扩松 我们最近叫松子 我们叫松包 给大家看看什么是松包呢 这个就是松包 也就是说一种比较大的松果 里面有很多的好吃 好吃的小果是 像现在它属于一种非常硬的状态 如果想用刀或者其他东西把它劈开 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对于小时候我们吃它的方法就是用火烧 今天一样的用火烧松子 烧完以后才会得到里面的松子 这些是上次采的松包 很久之前了 这些大概放了十天左右 这些松包放了十天左右 还是绿油油的 但是又很想吃 很想吃呢 只能 就拿去烧了 有很多松子所以要戴手套 松子是非常难洗掉的 看 看 看 这个东西 刚才是在这里 这些松包也有很多 但是我现在就很想吃 找到一个松子 还是在柜子里面 把松子里面的松子里面的松子里面 的松子里面的松子里面 我拿一个过来这样批给大家看看啊 看里面有紫啊 这个黑点黑点的就是松子 但是不太饱满 因为摘的早一点 好像不是特别的饱满 只有个数不是特别多 这样直接批的话呢 很容易就把这些松子给批成两半就不太好了 所以要完整取它的话 这样批是不可不可行的 因为很硬它非常硬 即使现在的你几乎你都帮不动它 非常硬的一种状态 很硬的一种状态 我们还是拿去烧吧 它还有很多的松油松脂 那这也是松树的 有油脂的部分我们叫名字 用来引火的 那这些是干掉的松果 就是松果干掉以后呢 就变成它了 这个呢就是松树枝干的部分 所以呢就像尖尖和太极了 松脂尖干松包 松包干松包呢又烧那个 松果干的摇的话 就是用来打一瓶 可以打成川枝 一瓶子 稍微炸 是不可派的 隔壇 得保团 食物 在内蒸 这些东西 就是在答好 在连着 不用擔心它燒浮 就是要把它燒的糊糊的 因为它身上有松油脂烧了会滴下去 所以它会越烧越旺 搅拌出锅子 把劑部放在一起 清洗它 把桃皮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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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皮切成 那其实烧这个造型就行就可以了 放一边了 这个也差不多了 就到地上凉它一会儿 现在呢还有点烫 然后呢可以看到的是可以用手就掰开了 掰开以后还可以看到里面的松子了 这就是烧过以后的效果 就是能掰开了 等它冷一点 那现在呢凉了一些啊 现在凉了一些可以找把小锤锤来锤锤它胸口就行了 上面也输了 有一部分呢还没输 就是这个小紫 那我们拿着它的这个紫 那这个我们只需要把它掰开 就能看到里面的松子 这样子的 看这就是一个松 一个松果得到的松子 就这么点 嗯 是因为不太饱满 能再早一点 如果饱满的话呢 应该一个松子有这点的 两点 两倍啊 就是一大棚 就是这点呢刚好 够磕磕一小会儿了 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全子全都拿出来啊 那这个是热乎乎的 那我锤过以后打开给大家看看 嗯 这个就 比刚才那几个好看了 比较饱满 很多的紫 紫针就在这个层层叠叠叠叠叠的这个 颗粒 每个颗粒有两个 鳞片底下 都是松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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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剥了六七个松子呢 最后得了这一小盒 手已经完全的变黑了 得到一小盒松子 那我们去洗一下手还有洗一下松子 那这松子呢飘起来都不能要飘起来证明是空的 这些呢就扔掉了 那这就是洗好的松子了 这个呢就可以是因为有水漂过就知道沉在底下呢都是那种颗粒饱满的才会沉在底下 手上还有一点松子没洗掉 手上还有一点松子没洗掉 呃 大家肯定好奇它那个味道 它里面呢要吃的部分呢就是这种白色的部分 你看 你看 白色的这种 白生生的这小颗 像瓜子啊 什么味道呢 浓浓浓的松子味道 但是是香味啊 很香 然后很浓 这个松子的味道很浓 我很喜欢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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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子的味道 刻这个东西呢牙齿好了可以用 蒙牙 牙齿不好呢就可以整颗扔进去 大牙轻轻刻就刻开 那现在的工作呢就是把皮土吹出来 那个籽吃掉 算是非常好课的 并不是那么难课啊 那我们要吃它的就是这个很小的部分 心里的肉还是满满的肉呢 用门牙刻呢可以完全地把它刻成两半 真的是香味非常足的一种野生坚果 这些呢够我刻一晚上了 说不定我还刻不完 好了那么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